来,我们现在开始看的是应用笔 它现在说我有一个楼梯 然后它的这个楼梯就靠在墙壁上面 然后它形成一个直角三角形 然后它说QR的那个高度是2.5米 所以这边是2.5米 然后它说那个板降挡就是说 它说这个是它现在要你找出PR 就是说它要你找出PR的那一个长度 so它告诉你这边是50度 so我们把这个东西化成一个直角三角形 就是这边的这个直角三角形 所以这边50度,这边2.5米 我要找的是PR 然后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是我的opposite 然后这个是我的hypotenus so我们在做这种应用题的时候呢 我们要决定我到底要用tangent sine还是cost 决定取决于我在题目里面有的 跟我要的是什么 so我有o跟h的情况之下 我们有dua,ca跟so so我o跟h的情况之下我就是用sine ok 所以我的sine的大等于overh 所以在这边它就会变成sine50度 等于2.5个PR 然后它再把PR搬上去 再把sine丢下来 其实在这边它吃掉的一个步骤就是说 sine50度乘以PR 会是等于2.5 所以我的PR会变成2.5除以sine50度 ok它就变成这一个 然后接着计算机按一下就可以拿到这个答案 ok它要你写成2.5 so这一个是应用题 请在按照的订阅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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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